大家好,欢迎收听新展财富管理洞察的播客The Voice。 在这里,我们聚焦金融市场直击热点话题。 迫在眉睫的通胀压力和加息步伐仍是投资者聚焦的关注点。 因此,美联储政策正常化的进程将会继续主导市场动态。 今年以来,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一直呈下降走势。 其中,科技股等长周期股票首当其冲。 许多投资者心中都迫切想找到答案。 现在是否仍是投资科技行业的好时机? 其实,科技股的抛售压力来自于这样的一种假设。 不断上升的债券收益率与该板块的估价呈强烈的反比关系。 随着投资者纷纷退出那些企业盈利能力较弱的科技股, 近期大型科技股的表现相对于新兴科技股明显地更为出色, 使得这种思路尤为显著。 然而,最新揭晓的美国上市公司的季度财报显示, 有高达90%的科技企业营收超越预期, 领先其他行业,为标准普尔500指数成分股中的榜首。 这些领跑的科技企业包括苹果、微软和字母表等著名巨头。 截至今年,科技行业的盈利预测已被上调10%, 由于强劲的企业盈利抵消了估价方面的压力, 我们预计随着全球经济复苏步伐加快, 科技企业的盈利预测将会被进一步上调。 综合以上因素,我们认为, 科技股目前的股价调整为投资者提供了建立长线头寸的机会, 逢低买进。 继续采用我们的康林式投资策略, 它同时聚焦于全球的科技巨头, 以及我们研究团队的最高信念股票。 想了解更多关于科技板块的见解, 请查阅全文。 非常感谢您收听新展财富管理洞察的播客The Voice, 希望我们的节目能为您带来更深入的见解, 让您了解金融市场的动态, 祝您投资组合收益最大化。 如需了解我们如何祝您实现理财目标, 请联系您的客户经理。 再次感谢您收听The Voice。